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变成一个编剧和导演 虽然他每一个歌唱 其实他自己都是那个核心导演 你们每次在他演唱会上看到 他的各种的奇幻的画面 影像 道具 动作 大家都知道他有的时候很中二的 一个是童真 就是天真的 浪漫的不顾一切的创造 真实的展现我们就是这样 那个东西中间没有什么 我要包装给你看 我要什么东西 要很华丽 我要怎么样 所以他就是一个原初 这个很难理解或很难想象 可是在这个音乐剧里面 你就会看到这个事情的无限放大 他作为导演这件事情的无限放大 在演员 包括他自己的角色 服装 道具 对白 那个中间的流程 穿插 有非常多东西是 你在现场看到的时候 感觉是太有趣 可是你会突然被什么东西撞到 你知道 就是 干嘛 你脑子是怎么想 怎么长的 认识那么多点了 我还是不知道 就是这个东西 不看是不知道的 对 要看到才会理解 那个奇幻宇宙的多奇妙 我觉得是500歌唱里面的 每一个道具都活起来了 都有生命 每一个道具都有他的故事在表述 当然他都有演员 有角色 也有他们的非常精彩的表现 在里面 可是这就是 他的奇幻宇宙里面的 每一个有生命的 他可能是 你不理解的 生命体的形状 可能他会形成一个 奇幻宇宙的样貌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奇特的经验 如果再描述的话 就是说 你今天要去 轻聚穿越 走进一个 可以走进黑洞的太空船 走进了一个世界 你会看到 旁边的场景是什么 就是诺兰都没有办法 把这件事情表现到 让你非常理解 可是其实就是这种经验 是去一个位置的宇宙 跟500一起进行 一个奇幻的冒险 我觉得是这种感觉